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到韩版11月第二周天堂M的更新资讯 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吧 好本周的更新资讯可能会有一点多大家消化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 The Next Inside M 就是天堂M未来的模样 那个首度直播 到底会更新怎样内容我们等明天晚上就知道啦 好第二个讲到的就是 全新的计票来了 而这次的计票就是意味着下一次大改版的内容 他这边讲的比较含糊 他是用空虚之力 不对虚空之力才对 虚空之力的赛季计票 以及虚空之力进阶那个进阶计票 就是一个200万金币 一个是1200赚购买的 那这里面的图案是一个很像封印形状的鬼火 紫色的鬼火 究竟虚空之力代表的是死神 活动兔子少女活动就是每天的每日副本啦 打完之后可以获得经验值 然后硬币还有兔子少女箱 箱子里面可以开出这个甜甜的热狗棒 下面就是随机的道具 机率去获得 比如说有纯白万能药箱 高级龙之钻合箱或是高级粉末箱等等 好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来了 艾比诺盆帝优化 终于啊我们等了很久 那个艾比诺盆帝的怪物 还有他的出怪量实在是少的可怜 而且他的怪卡在一个位置里面都不出来 挂机效益其实不好 那这次终于针对这个艾比诺盆帝做了一部分优化 但这个优化其实一则已喜一则已优啊 喜是喜在他可能怪物会做调整 优是优在又有新的收藏啦 他的收藏品又再新增了 好但是这边有活动 在11月8号到10月22号为期两座时间 在里面打怪可以获得这个艾比诺盆帝 什么呃 什么梦寐以求的箱子 叫做艾比诺盆帝梦寐以求箱 然后这里面可以开出来什么 开出那个 艾比诺盆帝的梦寐以求成长药水 就是经验值加20%那一个 还有红色的成长裤子 以及紫色的神圣成长裤子 以及艾比诺系列的变身卡跟娃娃卡 暗黑龙还有艾比诺娃娃 然后这边就是收藏品啦 上面的是要使用15000个鬼火 下面要用20000个鬼火 oh my god 现在一个5000个大家就打到死了 下一次改版之后要15000到20000 总共是45000加40000 呃就是85000啦 再打85000个吧 他的例子就是什么 如果近伤减少1% 法伤减少1% 远伤减少1% 什么PVP减免加1% 这种的都是趴数的减伤 所以蛮强大的 大家应该要尽可能把它收集起来 好再来往下看 这边是优化了高级粉末制作内容 以后高级粉末可以制作这种 呃高级修炼箱以及最高级修炼箱 就是熟练度的 还有原本只能制作最小罐的那个10点的 圣水 现在可以开放制作中型圣水 大型圣水以及特大型圣水 节省玩家制作吃下去的时间 好了再看一下韩版第二周的周末制作内容 基本上就是以过去大同小异 加7耳环选择箱 加6戒指选择箱 还有这个是通气泛酷竭的变身卡 以及黑色曼波兔的娃娃卡 好旗下都跟原本的差不多 那再次开放的是暗夜杀戮者 跟恶魔两只子卡的制作 好再来有开放那个特殊的制作 所限定一般服 就是 巴拉卡斯 龙甲的选择箱 以及巴拉卡斯魔鬼响的制作 之前曾经出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还有这是圣灵耳环的制作 好再来往下看 这边是韩版的礼包内容 那这个就是韩版的 算是台币包 啊里面给2000蓝赚 还有一个选择箱里面有 pick up 15包的这个 圣物抽以及一个凭证 然后这个凭证可以去制 一个凭证可以换三个高级抽三包 如果是用四个兑换的话 可以换到一个粉卡 这个粉卡就是保底蓝 然后四张稀有红 什么双刀那些的 以及三张子卡 剩下的礼包都跟台版的那个 周间礼包差不多 然后再来这是韩版这周的蓝赚包 然后他们给的就是这种 材料选择箱以及一般例行的 那个卡片制作兑换券 还有凭证以及四色综合硬币 然后这次的凭证他能够开放制作的只有 有龙之水晶然后徽章还有这个 六个可以兑换三个神秘的英雄卡 没有那个紫变保底点数啊 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 重点资讯应该还是在于 艾比诺盆地的优化还有 那个虚空之力的计票 到底是虚空什么东西呢 希望是暗奇或死神的更新啊 如果再放个新职业的话 我觉得玩家会有点吃不消 好以上就是本集影片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明天晚上7点半准时线上见 大家拜拜